300. 香港經濟日報 外資6月減遲 2015年7月22日要問A04人民銀行數據顯示 外資6月份減遲內地股票 有分析指,近期A股爆發股災 並出現股份大範圍停牌潮 可能令外資投資A股的熱情下降 人行日前公布的數據顯示 今年6月末,境外機構和個人持有境內人民幣資產較5月份略有減少 結束此前連續兩個月的增持 主要表現為股票資產的減少 數據顯示 與5月相比,境外機構和個人6月份股票資產大幅減少達673.8億元 人民幣、下同、月末如瓦礦月跌近10% 但相對收益穩定的債券、貸款及存款則微升 招商證券首席宏觀 據分析師借阿謙解讀稱,境外投資者6月持有內地股票資產大幅減少 一方面可能是持有資產因為對應股票下跌造成價值減少 另一方面也可能因為股市下跌是境外人士減少 另外,有分析師認為,面對近期內地股市暴跌及一度出現如半上市公司停牌現象 令海外基金對阿股市場最初的投資疫情一素而光 投資者靈賣 H股衝擊較小路偷寫引述業內參與人士 稱,近期阿股暴跌30%,肯定大大打擊投資信心 導致一些投資者重新考慮購買A股的計劃 直至A股被納入受到全球追蹤的區域股指 其中,Jupiter Fund Management稱,以各自A股購買計劃 更傾向於壓住中資企業在香港交易的H股 或在台灣或美國上市的中資公司股票 因為這些股票所受中國股市暴跌的衝擊不像 A股那麼嚴重 A股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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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股票